乘着夜光一起玩静岗 去日本绝不能错过富士山 看富士山绝不能错过静岗 静岗空中观光列车 欢迎上车 第二站停靠三宝松园 大家好我是列车长光宇 我是导游静岗小美 好静岗小美妹 今天我们要前往的是三宝松园 是日本三大松园之一 2013年6月 富士山以信仰对象与艺术全园 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一共包含25处的珍贵资产 其中第25处就是三宝松园 虽然三宝松园不在富士山周边 可是景深最特殊 有7公里长的海岸 生长着5万多棵树枝 从这里眺望富士山 美景如湿如画 真的是很让人陶醉 而且这里流传着美丽的传说 我知道这个故事 它是说很久以前天上的天女 到三宝松园旁的郡河湾海边玩水 她把飞天羽衣挂在松树上 被路过的渔夫发现 偷藏起来了 哇天女为了返回天上 她就只好跳舞给渔夫欣赏 作为交换条件 然后取回羽衣 穿上之后飞回天上去啦 啊 没错 当时那颗挂上羽衣的松树 后来就被人们称为羽衣之松 可是三宝松园到处都是松树 我们要怎么找到羽衣之松啊 很好找哦 看到有栅树园围起来的那颗就是羽衣之松啊 而且啊 附近的玉碎神社还保存着当时天女遗落的羽衣碎片呢 玉碎神社 要怎么过去啊 哦 羽衣之松前面有一条木栈道叫做神之道 旁边坐满的高大松树 沿着绳子道走过去就到啦 了解 我听说玉碎神社也很有名耶 除了她是专门守护航海人的安全 还有很多夫妻会特别来这里参拜 她能庇佑夫妻之间的和谐 所以结婚的朋友们 来到三宝松园你千万不能错过 嘿嘿 还有一个可以吃到新鲜寿司的地方 也一定不能错过哦 你是说美梦广场里面的清水寿司街吗 没错 从三宝松园搭巴士回清水的路上 在拨纸厂站下车 在那里可以品尝到充菌和弯补获的新鲜食材 做成各式各样好吃的寿司 而且价格不会很贵 你看 好吃又好玩 到静岗旅游不要走马看花 就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哦 请同一时间搭上静岗观光列车 光宇和静岗小妹妹带你出发深度玩静岗 下一站我们要前进三道市 体验悠闲的旅游步调 静岗观光列车 下次见 更多静岗旅游资讯 请上脸书搜寻 五感静岗 12345 五感静岗